落实推动酷运动酷城市的目标 那我们积极寻找现有 无需办理拨用或征收的公有土地 来设置风雨球场 那在这里特别感谢 乌日区陈区长及公所的一个协助 本案为第一案 利用既有篮球场 夹盖顶盖及照明设备 提供不受天候影响 全天可以运动这场地 那并且获得中央同意补助498万元 市府需要自首款481万元 总共979万3200元 提请同意颠付 以上 请问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划本案通过以后 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这个案子我跟各位同仁报告一下 就是前两个礼拜 这个运动局有提出 我们一个城市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阳光城市 然后我们是一个库城市 我们要推动很多酷运动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今年 我们在各种竞赛上 我们对我们自己选手 城市的奖金 奖励金都有提高 那所以我们在全国运动会 各个单项比赛呢 成绩都很好 这是一个 那当然除了这种专业的运动以外呢 我们也希望普及运动 所以对于全民运动 第二个面向就是全民运动 老少妇孺 社区的运动等等 那我们要加强推广 所以这个 上这个礼拜 也是在这个大甲地区举行 我们这个运动加年环 那成效也很好 让社区的民众 全台中市民去参与 第三个面向 我们要特别扶植 青少年朋友 在地的运动风气 跟运动的一个去处 那我们知道青少年朋友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那可能也不只是他的课业 不只是手机 也不只是他的这个3C的这些活动 我们希望 他们很喜欢 这种很多的户外活动 重点项目 包括篮球等等 那我们就希望就说 多建在这一届里面 多建一些场馆 让他们可以使用 那让他们就是想要用的时候 那就可以自由使用 那当然会奠定管理办法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这个运动局呢 这几年呢 除了我们一些重点的 这个建设项目以外 包括国民运动中心 包括巨弹 包括足球场 网球场等等之外呢 我们还会来多建设一些 风雨球场 风雨篮球场 那户外的风雨篮球场 那希望就是说 让台中市的这个青少年朋友们 那他们想要打篮球 那就很方便 有好的设施 那过去这台中市有 可是数量很少 那也因此呢 我们这几年会加强建制 那除了提拨 我们自己的自由经费以外 那因为要推动 要达到这个快速建设的 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也会跟中央 来争取经费 所以也谢谢这个运动局 在这方面 那这个着手在新建 争取预算 或是规划等等 要特别谢谢 那以上是 我们这几年有关于 这个青少年运动方面 那所做的一个建设目标 也跟大家一并做个说明 跟报告 临时动议 请问各局处 或是各局公所 有没有要临时动议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 再加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年第一年 在我们年初就已经制定 制定我们要 为了促进台中的经济 让全世界 全台湾的人 认识台中的美好 愿意进到台中市 来旅游 来消费 那也因此呢 我们在年初就已经设定 我们今年年底 一直到明年过年 要让大家从年前 在台中 进到台中 害完到过完年 过完年 所以包括 我们这个 前两天开幕的新社 国际花坛节 花海节 中部农业博览会 三合一的活动 一直要办到 12月21号 接着接党的是 圣诞节前夕 12月21号 我们的复灯区 台湾灯会的复灯区 在文新森林公园 要举办 那大家注意 文新森林公园 过去在胡志强市场时代 它是台湾灯会的 主灯区 那规模就已经很大 我们只是把它 当作复灯区而已 那12月21 就要开灯 在圣诞节前夕 就要开灯 一直开到主灯区 跟主灯区 一起来这个闭幕 所以它展出的是 它的这个展期 就有六十几天 那接着呢 我们在圣诞节 我们新闻局 有策划在市区 的这个 我们要 我们加强这个 和中区的一个再生 也加强 这个原市区 它本身的一个 活化跟布展 所以呢 包括旧火车站 包括这个 绿川柳川 我们今年会让大家 耳目一心 办出有史以来 最好的圣诞节灯光 圣诞节的这个活动 灯光的活动 大家尽情期待 这是12月21 复灯区开以后 12月25号 那会有这个新闻局 筹办的圣诞节 在这个云市区 亮起来的活动 那接下来 跨年晚会 今年的跨年晚会呢 主场也是在后里 那这个我想大家 已经看到 我们今年会有 很大特色 所有的女神 台湾的歌后级的 那女神级的 通通在我们的 后里的这个 跨年晚会里面 另外我们今年 史无前例 我们重视团区的发展 所以我们把 富的 我们把另外一个 这个跨年晚会的 第二场呢 放在太平的体育场 当天晚上 同一个时间 进行演唱会 那她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也很精彩 所以12月20 12月31日晚上 跨年晚会 接着呢 是元旦的升旗活动 然后接着 有旧历年的活动 那也会非常精彩 然后接着到 2月8号 2月8号 元宵节 主灯区开幕 在后里园区 那这个后里园区 就是花博的园区 那我们这次办的 台湾灯会的规模 还要比花博更大 因为我们还 向军方借的土地 原来的花博展区以外 还跟军方又借的土地 所以它的这个展区的范围 规模又比这个 这个花博还要大 所以我们这么辛苦 整个市政府 人羊马帆 那这么一年来 这个认真的筹办 我们很早就把计划 拉在前面 那你知道任何个活动 一半像这么大的活动 连续各个局处 然后所有的活动 从过年前 一直嗨完到这个 明年的这个过完年 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所以谢谢各个局处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台湾灯会 那我看到各个局处 都有自己的展区 那都开始积极进行 到最后开始要 布展的工作了 我昨天也看到 民政局的系统 各个区公所 认真寻找台湾灯会 有进行快闪活动 快闪活动 那就是让当地的民众 跟区公所一起 来进行快闪活动 来宣传台湾灯会 成效很好 我自己看了 看了以为大为惊艳 就是没想到 我们各个区长 有这么好的能量 这个宰歌宰舞都很棒 那可以在我们29区当中 让人家知道 我们台湾灯会 那已经快要开始了 那所以谢谢大家 那总而言之 政府成立 存公务人员的目的 就是希望好好服务市民 为本地带来经济 带来这个活动 那所以大家很辛苦 可是只要活动办得好 那就值得了 尽管我们在举办之前 我们宣布计划 有很多人质疑我们 到底能不能办得好 那到底会不会做到 那我们的支票 到底会不会兑现 包括我们的这个 恢复老人健保 当初也是在问 这个大家骗人的 不会恢复老人健保 包括我们的这个 包括我们的这个 脱油方案 说我们这个会取消 结果不但不取消 我们还是六都 最扩大办理 而且这个升级加码的 那包括我们的新社花海 包括台湾灯会等等 那我们一一的逐线展现 我们对线支票的能力 跟筹办的一个能力 那所以只要办得好 那都值得 那这段时间 包括各个局处 包括各个区公所 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借机来跟大家讲 加油加油再加油 我们继续努力 那当然这个新社花海 上礼拜六才开始 它的展期 一直要到12月1号 所以现在才刚开始 第一个礼拜的秩序状况 跟参观人潮 调度都还算得宜 不过后面还有三个礼拜 那我就请各个局处 还是就是不能 一开始不错 后面就松懈掉了 还要这个继续把它紧盯 那这个各方面 不管交通啦 不管围安啦 不管是展览啦 还有环境的维护等等 服务工作都要确实在办好 那我们台湾灯会 现在也到 经过这个大半年筹备 现在也到了紧入密鼓 大家开始进行 布展的阶段了 那也希望大家多花一份心思 然后好好的去把它办好 那这样的话 就在这一年当中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计划 我们的计划呢 就按照我们的旗程 那主意落实 所以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三会